水桶装满水要提起来就不容易 还得走到目标 更难的是水桶一晃水就洒出来 佛工国小的血桶体验非洲小朋友提水超有感 世界展望会透过影片带给小朋友震撼 亲自做一遍才明白在台湾有多幸福 也懂得珍惜水资源 洗手的时候戳泡泡的时候水要关掉 开肥的时候把肥转到最小 希望培养孩子他能够去善用水资源 然后去开发水资源 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投入去关心 这些世界上有需要水的这样子的 这些的小朋友跟他的家庭还有他的社区 水是生命泉源 期待小朋友从小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也期待他们能培养慈悲心 关心别人分享幸福 大爱新闻派 珍珍瑞萍高雄报导 大爱新闻派 珍珍瑞萍高雄报导